艺人成就越大,一旦人生失忆,形成的反差也就越大。 尤其在香港演艺界,凭借早年市场优势走红的明星大有人在。 随着市场的落寞以及行业竞争的激烈化,再加上个人的一些因素,走向失忆甚至落魄至底层的艺人也有。 当然,在疫情的影响下,也有很多艺人为了生计而兼职补贴家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老艺人吃喝不愁,但把兼职当成生活体验,如何活出自我,全凭个人的规划。 但在大众眼里,这些荧幕上光鲜亮丽的人群,一旦泯然众人,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都会引来围观和议论。 下面这久未落魄的香港艺人,摆地摊,刷油漆,当保安,个个都让人心酸。 一,杨琪,1984年出生于香港的杨琪,出道的时间并不晚。 还在学生时代,就出演了电影《魂魄恩奇》,还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的提名。 两年后,再次获得三大奖项,金像、金马、金子精最佳女配的提名。 此时的杨琪不过只有20岁,演艺生涯可谓前途光明。 之后,她基本以一年一部电影的速度活跃至今。 在电视剧领域,从2002年入行以来,近20年的时间,她饰演的角色有20多个。 此外,她还是话剧舞台上的常客。 不过,就在2021年6月,有人看到她在大学里身穿保安制服巡逻。 外界愕然,她却表示自己一直以来就是多种职业者。 除了当保安外,她还在酒店、餐馆以及花店等地方做过服务员或店员。 二,李忠宁。 TVB曾经的议员李忠宁,1955年出生。 她是上世纪80年代的当红小生,在TVB期间,拍摄了十多部电视剧。 而且,因为长相酷似梁朝伟,当年还曾获得肥板梁朝伟的绰号。 彼时获得力捧和郭富城等艺人被称为银河石星。 90年代初,据说是被TVB开除,她转而开始拍摄风月片。 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内,拍摄的影片比当初在TVB时期的都多。 1995年后,李忠宁远赴英国,此后二十多年一直从事餐饮业生意。 直到2016年,人们在香港的街头又看到了她的身影。 不过此时的李忠宁,被人发现在一栋大厦里当露天保安。 对于身份的巨大落差,她倒是不惧外界的猜测和媒体的采访。 在英国的生意没了,回故乡做保安就成了唯一的归宿。 虽然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中间时不时还得在大厦的停车场指挥车辆进出, 但她表示保安这份工作挺好的,自己不会再去考虑演戏。 值得一提的是,她是演员叶童,童父异母的哥哥。 不过多年来,两人之间基本没什么往来。 如今的李忠宁,据说又转岗到了将军澳的豪宅区担任保安。 她曾坦言自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平时需要靠吃药来维持身体情况。 虽然保安这个职业和她当年光鲜亮丽的身份有巨大的落差, 不过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3.黄俊峰 2013年出道的黄俊峰,1978年生于香港。 年轻时,她还在北海舰队服役。 34岁的时候,竞选亚洲先生,随后获得第三名。 获奖之后,她签约了亚市,随后正式出道。 从电视剧到电影,几年来参演了很多作品。 除了出演角色之外,她还在亚市主持过几个固定档的节目。 2020年以来,随着疫情的蔓延,她和很多艺人一样,一时都无法拍戏。 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得不去餐厅里当服务员。 她表示没有演出,做服务员也是一种体验和历练。 何况自己还很年轻,不能在家坐以待毙。 她更坦言,在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只要放得下面子,就不会找不到工作。 4.王志迪 1984年出生的王志迪,中学时期远赴加拿大读书。 大学毕业后,曾在多伦多的银行任职,之后回香港照顾父母。 25岁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TVB的招揽启示,随后便报考了议员训练班,从那时候起,她正式出道。 之后近十年的时间,虽然拍摄影视剧无数,但基本都是配角和龙套角色。 除了从事演艺事业外,她还长期兼职做电话销售。 疫情突然降临,所有的演员基本都停工了。 2020年的11月,王志迪被媒体拍到在尖沙嘴的街头送货。 之后,她向外界坦言,已经与朋友合伙,从事食材批发生意。 没有实体店,只有网店,而且刚开张,所有的订单都是她和朋友亲自配送的。 她还表示,如果将来生意稳定了,自己还想开设一家西餐馆。 当然,自己的演艺事业同样也不会放弃。 5.莫家干 既是演员,又是娱乐新闻主播的莫家干,1982年出生于香港。 2004年大学毕业后,她加入电视台从事播音主持工作。 她前后曾就任过三家电视台,之后成为TVB的合约议员。 主持人工作曾是她的主职。 2014年后,她开始在影视剧中出演或者客串角色。 多数时候都是跑龙套,最多的一年,客串的角色接近20个。 疫情开始后,无论是主持还是商演的工作,都受到了波及。 2020年9月,莫家干更是被媒体拍到和好友陈国锋一起做搬运工,两人在一起搬运太阳能板。 有爆料表示,莫家干开设的钟表和眼镜店,在疫情期间已经缩减到了四家。 对于被拍到做搬运工,莫家干后来表示,那是帮朋友的忙。 不过她也坦言,受疫情影响收入降低,而搬运9小时拿到900元,绝对是辛苦钱。 即便是演艺事业外的小钱,只要有时间,自己也不介意去做。 6.赵乐贤 1979年出生的赵乐贤,不仅是演员,还是装修工人。 26岁,赵乐贤参加了当年的议员训练班,而后开始出道。 早年在各类电视剧中,由于经常出演警察,以至于很多观众误认为,她的职业就是警察。 之后,她更是出演各种各样的龙套和配角。 出道多年来,她基本上没有出演过主角或者重要一点的角色,在观众的心目中,她已经成为了资深绿叶。 正因为如此,在拍戏之外,她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装修工。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上妻。 穿着工装开始干活的时候,每到饭点,她都不敢把帽子摘下,生怕别人认出她来。 不过她很快就发现,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根本没人知道她是谁。 戴着帽子,心里会感到好受些。 实际上,当年参加议员训练班,也是因为天天窝在家里,只能玩游戏。 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所以才涌入了演员这一行。 也因此,在演员之外,再多一个职业身份,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渐渐地,她便学会了用平静的心态去看待游七公这个身份。 她说,我是维持生活,并不是当贼,游七公这份工作,可以养演员这个身份。 无论做什么,重要的是要做好和这个身份相契合的事情。 七,黄志荣,出演过无数龙套角色的黄志荣,1955年出生于香港。 早年因为家境一般,上完小学就开始跟着父亲从事服装生意。 除此之外,她还找了一份辅警的工作,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后者从她青年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了老年。 因为电视剧中会有很多警察的角色,而当时的剧组又经常找辅警来出演。 一来二去,黄志荣就开始揭演各类角色了。 各类警匪片中,她不是出演警察,就是出演保安,戏份不多,因此演员这个身份,只能算是她的另一个兼职。 辅警的工作整整做了36年,期间她并没有想过报考正式的警察。 因为她觉得兼职灵活,还可以找点其他的事情来做。 从辅警的岗位上退休后,继续演戏的同时,她近年来又兼职做起了出租车司机,有时候拉乘客。 还会被认出来,被人们拉着一起拍照留念。 她表示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8. 吴伟乐 1983年出生的吴伟乐,出道多年来任职亚士,从18岁加入演艺圈,她一直做到了亚士停牌。 如今,这个当年有着亚士停封称号的艺人,开始做起了公交车司机。 亚士停牌后,开出的遣散费用只有六位数。 吴伟乐家里有四个孩子要抚养,人到中年,压力太大了。 此前她在邮局工作过,还做过贩售机的销售。 疫情来临之前,婚礼的司仪原本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在疫情的打击下,如今这份收入也没了。 从2020年开始,她不得不转身去坐公交车司机。 记者曾经到关堂,她跑的路线上采访过,一身工装的她,虽然不再是往日荧幕上的形象,不过很多乘客还是会认出她来。 9. 蒋祖曼 蒋祖曼 她的亲笔手绘,每周末,她都会固定来摆摊,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和儿子一起过来帮忙。 早年她和陈卓琪走到了一起,后者当时结过一次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两个人一直到2014年才组建了家庭,婚后又生育一个女儿。 每周末摆摆摊,已经长大的儿子也经常帮忙,女儿还小,就跟在一旁玩耍。 虽然没有零售的经验,不过蒋祖曼觉得,全家人都在一起发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